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字 一个女字一个佣 我们读奴字 这个奴 一听就觉得是 奴隶 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对这个奴字 大家都是心痛恶绝 很增厌这个字的 但其实这个字是很意思广泛 很难画清它的界限 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字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这里 做着他的奴字 我们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做奴呢 你听我讲就明白了 现时我们出生之后 当然有父母养 到你上学的时候 同学之间有什么特别的 名牌的 手标 或者是 手机 或者是 球鞋等等 大家都想拥有 但是 又没有这些资源 父母不够钱 给你怎样呢 在西方国家 很多这些小朋友都会出外 做外快 派报纸 存到这些钱 就去买他心头号 那他就做了奴 是不是 大了一点的时候 每人都一卡旁身 六卡买东西很方便 到月尾结素的时候 你就苦了 因为你不够钱 资素 你滚过笼 那你就做了卡奴 而很多人 结婚之后 被人家耻笑 是老婆奴 其实他心甘情愿 夫妻之间 谁让步 无所谓 就说是太太 但就会被人笑 他是老婆奴 但是 当下两个人 心中很开心 一个中意愿挨 一个中意愿打 你理得别人 这个奴 真是做得开心 还有些 就是 他们在环境上 不需要买车 随时买得到 很方便的供车 不是 生活上的必需品 而车位也成一个问题 但是他们也要供一架车 因为是身份的象征 他们 一气又付不了那么多钱 每个月要供车 就做了车奴 特别在西方国家 他们的屋 就特别是大的 我们叫做monster house 有些人两个人 都住成三四千尺的monster house 有钱无所谓 但是你都做了屋奴 你要不停打数 星期一打数这一节 星期二 一个星期铺牌了 每天都不停打数 那你就做了屋奴 有些 他连钱都不足够 但是要买一间大屋 两个人三四千尺 你怎么住得这么多 但是 身份的象征 又是 代表我有钱 但是他所供的款项 要二三十年都没供完 每个月都为着这个数 而酬趣 钱都不敢乱用 那你就又做了 另一种的屋奴 还有很多就是 父母 或者是 爷爷 妈 阿公 阿婆 这些 就是为了 儿孙来作 马牛 亦是奴的 另外一种 怕着那些 儿子孙孙 生活上享受不够 食用上不足够 担心他们工作 压力大 但是每天不停劳心劳力去照顾他们 那又是心甘做劳 所以说 在任何我们这个环境之下 没有一个人不是劳的 不过似乎你是被逼 还是你是心甘情愿去做 各位长者朋友 我们熬了大半世 儿孙自有儿孙福 莫为儿孙作马牛 好好地爱试自己 享享晚年 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够醒觉 回复自由身 不要再甘心为劳 让自己可以觉得轻松自在一点 你认为是不是 多谢你们的收听